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萊 今天我們要來看這一次十週年喔 欸真的不得不說欸 有沒有人覺得這次十週年的活動真的很強啊 無論是各方面來講 包含是十週年卷 到這一波我們今天要來介紹的 就是這一次的這個選擇召喚列表這邊 可以針對每一個屬性的四星跟五星 都有一隻角色的機率UP的一個機會 而且這個是不只三數喔 還包含光暗 其實到目前為止大家有沒有覺得 無論是十週年還是這次的這個活動 甚至是每一檔活動包含自選原武 跟事前的這個十隻原武可以選一隻召喚 其實真的都還算蠻強的喔 而且我們其實就營收的角度而言 這些活動都沒有去造成說 這些抽到原武的機率去升高 去利用說什麼機率來破壞平衡 並沒有 說最難聽的機率還是一樣低 甚至出來的十週年卷機率是更低的 但是他讓每一個閃電 都會讓人家膽戰心機 因為感覺每一個閃電都有機會 就是那一隻你夢寐以求的原武 到這一次官方直接公佈 每一個屬性一次四星跟五星的一個夢想清單的機會 所以現在你的光暗閃電 就有高機率會是那一隻你的夢想清單 想要的那個角色 無論是原四還是原武 當然我們把希望還是放在原四身上啦 可是如果是原武的話 很有機會就會是那一隻你最想要的光暗原武 不得不說這個活動真的會讓很多人上頭耶 他就很像是變相的直接送了你一個光暗的祝福的感覺 就是光暗的祝福為什麼會有很多人有祝福之後會開始上頭 就是因為他很期待那個二選一 那個選擇的可能性有沒有機會選擇到你心目中那個角色 就算今天A出現了一個很弱的角色 很爛的角色 倉管的角色那都沒關係 因為B就有可能是那個你夢寐以求的角色 而這一次他直接給了你這一個可以選擇夢想清單 真的會讓很多小克奈米克玩家一不小心就變中克大克啦 好啦那我們今天就來看 這五屬性要選擇哪些角色會比較適合你喔 不過這邊我只是做一個大方向的推薦 可能不會針對每一個角色做細項的介紹 不然影片篇不會變長 所以如果我推薦的角色你已經有了 但是你還是不知道你想要選什麼的話 你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然後去提出你有哪些角色了 又或者你有哪些角色在選擇 以及你的需求 否則如果你只是選出角色 我可能就單純是以現階段比較強勢的角色去做選擇了 那首先如果今天你是打RTA的玩家 我這邊絕對是首先先推這一個組合的 就是我們三幻神的組合 光讓我們最後再來一次看吧 這三幻神的組合應該是RTA目前現階段來講最好用的一個組合 不過我也必須說 以現在水生的強度啦 是有蠻有機會在後面的版本水生可能會挨刀 因為畢竟他一直Buff 一直Buff 一直Buff 本來就已經不錯用了 被Buff成有點強 再被Buff到首選等級 其實我覺得水生這個角色 是在未來技能改當中有一點危險的角色 火方舟其實也有點類似 不過火方舟短時間應該不會再有什麼改強或改弱的可能性 因為水生是原本就算偏強勢就會使用的角色 又被改強 而火方舟是原本一直Buff 一直Buff 一直Buff 直到這次Buff之後才耀身到三幻神的地位 所以他並不是什麼強勢之後再變更強勢 他是普通變成強勢 這樣的角色可能被砍的機會就比較低一點 那風拜神其實一直都維持他的原樣啦 就只是因為生態的關係 所以如果你是一個RTA玩家的話 這三隻應該是我最推薦的三個角色了 那如果建理可能是PVE或是爬塔新手玩家 那我們可能就要挑一些比較萬用 或者對新手來講 實用度、廣辦度比較高的角色 那這是我第一組推薦的 這三隻火、奧、水仙人跟風龍騎 基本上是魔靈在各個場合都能夠使用 而且使用頻率很高的三隻 我自己覺得啦 可以把它稱為全域的三幻神 因為這三隻角色真的在各個場合 都算是非常好用 不過爬塔可能就比較不適合 但據點戰功會戰到RTA 還有競技場 他們都能夠去做使用 可能比較像是 他們並沒有偏重在某個場合 但他們每個場合都很好用 算是萬用等級的角色 那如果今天你說 老師我比較想要爬塔一點點 我今天的目標 是破現在最新難度的磨練之塔的話 那我可能會比較推薦這個名單喔 就是火魔陣、水天使跟我們的風神祕 這三隻角色可能是爬塔 或者是PVE關卡 真的算是非常好用的三隻角色 不過這三隻角色 他們確實 公會戰、據點戰 或者是競技場也都還能夠使用 並且有些角色也可以使用在RTA 可是他們的使用頻率就會低非常的多 可能更多的真的是去使用在爬塔的時候 算是一個很好用 而且爬塔會非常快速的角色 如果你是新手或者你是以爬塔為目標 PVE為目標的話 這三隻是你可以考慮的選擇 那如果真的是很新很新很新的新手 你連地下城都還沒有辦法速刷的話 這兩隻角色可能推薦給你吧 第一個是風風 第二個是水兵器 他是巨人地下城跟龍之地下城速刷的一個核心角色之一 火屬性的話在基礎的速刷隊伍當中 並沒有什麼合適的角色 所以你可以從待會或者是之前介紹過的火屬性當中 挑一隻你自己比較想要的角色 然後再來我們來談論到 如果你是一個據點戰玩家的話 那我們肯定就是要選擇那些 據點戰非常好用的角色 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 全域的三幻神以外呢 火神祕、水化博跟風雄猫 應該算是據點戰非常好用的進攻角色了 其實火神祕這個位置 我真的還是很想要給到火魔陣 不過火魔陣剛才已經推薦過了 所以我們就換一個選擇 其實火魔陣應該會比火神祕再來的好一點點 以據點戰的角度而言 那水化博就是面對到現在一堆的火皮 水化博可以完美的去克制火皮這個角色 來去做到水化博加火神祕 你的火皮三技能轉銷到我了之後呢 我的水化博插隊二技能做到一個群銷 火神祕三技能再做到一個群體緩速上毒 裝絕望還有機會上到暈眩 直接做一個反控反打的一個戰術選擇 算是據點戰非常好用的一個角色 並且水化博也是在RTA非常實用的一個選擇 另外據點戰基本上穩定的隊伍就是所謂的防打隊 那防打隊最萬用的那一個選擇 絕對是無人能出其用那就是風熊貓了 所以以據點戰的角度而言 風熊貓應該是風屬性這個位置基本上是最好的選擇 當然啦風龍騎可能也是 甚至如果你有風龍騎加風熊貓的話 我自己可能還會再搭上水魔陣作為一個防打隊 基本上不管你是什麼隊伍 這個隊伍幾乎都是可以解的 那以上這幾組呢 是我對於三屬性的角色在各個場合推薦給大家的選擇 那當然接下來我們就可能要來看到重頭戲 也就是光暗 四星的三屬可能就不推薦了 因為說實在的 應該除了極度新手的玩家以外 這個四星的部分大部分人都是滿的 所以就選擇你想要選或你想要吃技能的位置就可以了 光暗的部分的話呢 這一組就是RTA萬年經典不敗的四隻光骰以及暗Q寶 光熊貓就是那個擁有可以counter 基本上魔靈當中非常強勢 非常多魔靈擁有的那個體調或者C調技能 最強大的被動技能之一 以及暗龍騎其實也會被他counter 但他也是全魔靈當中擁有最強被動技能的角色的另外一位 因為只要暴擊他的被動技能就會體調 強到最後Counter 乾脆不去改動他的被動技能 曾經有稍微小砍了一下他的被動技 但他的強勢程度仍然存在 所以後來出了越來越多的追傷類型的角色 不吃暴擊的角色 才讓暗龍騎的氣焰稍微下滑了一些些 不過他絕對還是非常頂尖的存在 這四隻基本上是RTA非常常使用 並且基本上也已經定型的四隻角色 所以選擇這四隻的話呢 短時間內不太需要擔心他會被砍 但長時間不一定 因為我們說過 可能會隨著版本的更迭 有些角色會慢慢的變強勢 又或者可能哪一天他被buff然後又變得過強 有可能會再哀悼 所以長期來講我還不敢肯定 但至少短期內這幾隻角色算是定型的 甚至如果你今天抽到了 可以安穩的使用好幾技的四隻角色 那另外如果你偏向句點一點點的話呢 援武的部分我應該最推的就是光雷帝 以及暗馬卡龍隊長了 光雷帝的話他去搭配火怕以及水衣 算是很常見的一個防守隊伍 你沒有瞬間收掉對面的話 光雷帝一直補一直補也是很討人厭 暗馬卡龍隊長就不用講了 他的那個2技能可以自洗CD 3技能可以群體無敵是真的非常的可怕 就算你開場控到他了 都有可能被他一個暴走 然後搭配2技能去洗CD 一下子3技能又可以使用 一下子無敵又開出來了 是句點在很常見 非常討人厭的一個角色喔 暗玄琴跟光哈格就是一個組合 搭配眾籌就直接 基本上人檔切人佛檔切佛 就是直接切段數下去就可以搞定了 就是直接暗玄琴開場3技能 王國之音 我是胖虎 放下去之後呢 光哈格拉起眾籌 就可以直接讓對面滅果囉 另外如果你是常用坦隊進攻的話呢 光鬼跟暗精靈巡邏者 也是一個不錯的坦魔隊伍 光屬性的話還有一個光劍武者 也是我很推薦的進攻角色 基本上應該也是我這次會選擇的角色啦 那如果你是想要防守的話呢 光阿修羅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擇 暗屬性的話呢 句點戰玩家可能還可以考慮 暗屬性的阿修羅 以及暗玄道這兩個角色 也是在句點戰防守來講 不錯使用的一隻角色喔 那除此之外的話 暗屬性還有一個是 如果你打RTA我也算蠻推薦的 就是暗海盜 是這一次技能改動之後的一個大獎 那這一組的話呢 就真的是極戰力 就是這兩隻角色的符文類型 都蠻相似的 就是你不用撐什麼體力 你不用撐什麼生存 把攻擊 把爆傷 把攻速疊高就好 暗殺蛋還不用攻速 他們只要上場 就能給到對面非常大的壓力 並且本身被動技能的特殊性 除了不會搶到那些會撐體力 會撐防禦的符文 因為大部分的角色 你會希望他能站在場上久一點 但這兩隻角色都是一樣 我就算完全不撐生存 甚至我不要撐生存 對他們的幫助 反而是比較大的 所以就不會搶到你其他的核心角色 所需要的那些生存符文 不過暗殺蛋可能比較沒有爭議 光吸血鬼的話其實是一直有聲音 他算是一個 如果你選擇了他 需要承擔著一定的被砍風險 雖然我自己也覺得 在最近的版本來講 光吸血鬼算是有越來越多的應對方式 所以他勝率有所下滑 不像以前來的那麼的高 但在紅山區他的出場頻率 絕對還是代表著一切 所以想要選擇這些角色 絕對還是需要承擔著一定的風險 另外的話呢 暗兵器跟光武女這兩個角色 應該就是速刷隊 RTA速刷隊 非常好用的兩隻角色了 光武女高激素 二技能刀扇 除了打了右痛以外呢 還能夠做到T條 三技能還能拉攻條去做到一個大補 暗兵器則是速度隊長加上三技能來去無中 只要接到基本上不慘也是半條命 不過在紅二紅山區的話 越來越多的玩家是會擋暗兵器 所以想要切一波的話 算是越來越難了 所以暗兵器 除非你還有其他很強勢的光暗角色 尤其是暗屬性的角色可以跟他搭配 否則暗兵器可能不會是一個太好的選擇 那如果今天講到控場的話呢 我絕對最推的就是光猴 以及暗沙漠這兩個角色了 暗沙漠應該就是無庸置疑了啦 速度隊長加上他三技能 你不用撐命中 然後就有非常高的命中率 以及可以沉沒破防還有進補 算是負面狀態極高的一個角色 就算今天遇到火奧也不用太擔心 因為只有火奧一個人可以解 他的隊友還是會被放到進補 還是會被上到破防 甚至火奧都有可能直接被那個破防跟進補 直接打出場 光猴的話也是老熟人了 他的三技能可以做到強大的退調能力 就算今天對面出了一些防控場的角色 也是有可能會因為光猴的這個控條 直接被強制控住 算是控場能力非常強大的兩個角色 再來的話光暗陰陽也算是不錯的選擇 這兩隻角色也都是一樣 符文算是比較好撐的 兩隻都是只要顧好生存 暗陰陽再多顧一個命中率 基本上這兩個角色 就可以作為擠戰力去上場使用了 而且暗陰陽說實在的 他三技能的死亡詛咒是真的非常強大 基本上你只要被放到了 除非是百分比的補血又或者是護盾 否則幾乎是必死 當然啦 如果你能在你的魔靈死掉之前 把暗陰陽擊殺的話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如果今天對面不是那種爆發型輸出 而是那種可能偏魔或偏續戰的 你只要讓暗陰陽出到手 只要讓他放到死亡詛咒 基本上你的角色就註定會減圓了 那最後一組推的呢 應該是光德跟暗傀雷 這兩個角色都是偏向反打類型 當然光德你可以作為選手 如果對面不是非常快速的隊伍的話 光德的控場能力也是蠻強的 不過這兩隻角色都是偏向康特位置 如果直接首選是很容易被打爆 但是如果你在四五號未選出來的話 威脅會給的非常大 因為光德只要沒有看到暗衣 或沒有看到火奧的話 他的表現是非常的可怕 暗傀雷則是如果今天對面是控場隊伍的話 尾壓他你不去蓋掉 他被動技能不怕退調 所以等於說風化博這個角色就直接廢掉了 並且他只要一行動 如果你今天是使用絕望 或者是任何的控場技能 他立刻解掉還會拉條 都有可能會直接讓隊友做到一個反差隊 算是康特位非常強勢的選擇 那最後這應該是我自己會選擇的名單啦 光暗的話暗屬性其實我有兩個角色在選擇 一個是暗傀雷 一個是暗龍騎 但是暗傀雷我自己覺得 他也是有被砍的風險 因為傀雷術師系列現在真的蠻強大的 所以我選擇稍微保守一點萬年不敗的暗龍騎 那光屬性其實我真的有蠻多角色是想要的 包含是現在看到的光熊貓以及光巫女 還有光陰陽 為什麼會考慮到光陰陽 是因為我知道我自己的符文水平不夠高 速度部分其實算是蠻缺乏的 所以我也想要選擇那些被動技能比較討人厭的角色 來去做到一個反打 而且因為我的包包當中 是有著像是光德暗德 暗敗森 暗陰陽光 這些角色 這些角色可能都是不太需要拚速度 都是拚反打的 所以我會更想要那種被動技能很討人厭的 讓我的陣容更加的完善喔 那私心的話就不用講了啦 光屬性我自己一直最想要的就是光劍武者 作為劇點戰的進攻 暗屬性因為我有抽到暗人 所以暗Q寶絕對是我的首選了 所以這幾隻應該就會是我的名單了 那三屬的援武其實沒什麼選擇 就只是從我沒有的角色當中去挑選而已 那抽到誰其實都沒差啦 當然講那麼多真的前提是要抽到 所以come to us 爸爸 可以再讓我抽個幾隻光暗援武嗎 如果可以的話 光熊貓暗龍騎 可以給我抽一隻嗎 兩隻也可以喔 給我直接抽到兩隻 我也是可以接受的喔 可以再讓我十周年再過一下子嗎 好啦那以上就是對於這一次的一個十周年活動 可以自選夢想清單的一個分類介紹給大家 真的不得不說 這一次十周年真的是把夢想給給好給滿了 所以給你夢想了 你敢去追嗎 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